好了,回来了,希望大家帮忙点赞、订阅和分享 现在讲一下国内的消息 这件事我看到也觉得很离谱 这件事发生在2022年8月26日 在余耀市发生的 这是浙江省的余耀市 余耀市的市场监管管理、监督管理局 日常巡查的时候 发现了一家流动摊位的摊主 他叫王某 黄色的王,王某 在他买的凉拌菜的拌料里面 加了这个瓶宿殼 怎么解释会有瓶宿殼呢? 这些应该是受规管的东西 调查的资料就这么说 2022年8月初,王某在老家 调理龙墓的时候 摘了两粒瓶宿殼 为什么这两粒瓶宿殼呢? 没有解释到 调理龙墓,调理下为什么会有瓶宿殼呢? 我认为这两粒瓶宿殼 当然是违法中的 我认为是 这两粒瓶宿殼,他带了回余瑶 他提高凉拌菜的口感 吸引了什么呢? 他有很多回头客 他为了吸引回头客 把瓶宿殼做调味品 那么 就加在自己制作的粮拌菜拌料里 那么这个流动摊贩 就把他的粮拌菜带了去 一些大型工厂附近卖 加了材料就好卖很多 现在是 几天的销售金额是3200多元 那么受害的人就接近200人 那么 根据专业机构的银定 他做的半料里面 就有 就是 三十六点四微黑的 就是 这个三十四 每公斤就是三十四微黑的 瓶宿殼成份 那么 根据国家的规定 主要成份为瓶宿殼的瓶宿殼 这就是法律命令禁止 添加在食品的非食用物质 是这样也可以 这是很离谱的 如果人长期食用这些 添加了瓶宿殼的食品 是会成忍的 这些瓶宿殼 是会损害人的神经系统 消化系统 还有严重的 还可以造成 慢性中毒这些这么严重的后果 那么 W吹吹就说 呃 就是 呃 听闻火锅料都会有 正规的应该不会有的 这些不是那些 就是 合法的添加物 但是一直都有人做这些事情 为什么呢? 因为生意会好些 其实会上瘾的 而且 你长期食用是肯定慢性中毒的 这些 那 那 还有就是 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 那么 他当然被人控告了 就是 对这个王某就是 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訴訟 那么 较早之前 法院就宣判了 那么这个王某呢 就 有期徒刑 七个月 那么呢 罚多少钱呢? 十倍 懲罚性赔偿金 就三万二千元 因为他赚了三千二 那么 赔就赔十倍 三万二 就是假一罚十 这些是麻烦的 其实就是 长期食当然是吸毒 那么 这类新闻也有 之前是火火汤底 其实 国内呢 这些二三线城市呢 它是 很多时候都会有这些东西的 就是一线城市会不会有 一线城市也可能会有 但是少一点 那么 余瑶 其实在什么地方呢? 余瑶就是在 邵兴和 不是广东的邵兴 是浙江的邵兴 是邵兴和宁波中间的地方 那么 这个 就是 余瑶市严格来说 就是 就是 丸城来的 其实就是 丸城就是 老实实 这是 比较多些古灵精怪的东西 是比较多些古灵精怪的东西 是比较多些古灵精怪的东西 是 你们讲粟米的单 那么 我稍后再讲一讲 就是 你取消 美国粟米订单 其实这是商业的行为 一定要讲 不是说什么 惩罚 美国的 这是 纯粹的商业行为 那么 那么 大陆买家为什么会退这些 其实 和 交易的货币 老实实 也没什么关系 就是 我的看法就是 他们都是给 美元的了 不过价钱便宜 其实 这是 纯粹价钱主导的东西 那 待会我再讲一讲 那么 那 就是 为什么 鵪叔学 这件事 经常都会被人拿来搞呢 就是 当然 是 可以卖多些 就是给人的感觉 或者是会上瘾的 还有 他本身 就是 有个功能 就是 当反觉得是 叫做 提味 增味提先 那么 就 增加商家的利益 他是特意这样的 其实 在 八、九十年代 如果我没记错 八、九十年代 八、九十年代 就是在内地的火锅店 他直接上火锅给你看看的时候 根本就有鵪叔学在里面 那么 当然 就是 其实 这些东西当然是 很有问题的 就是 有一个被人捉了的从业员 曾经这样说 他在 没有添加这个鵪叔粉之前 那些顾客 经常都说 他的老菜不好吃 接着 有人指点他 就加一些 就是鵪叔粉 下去 不是鵪叔粉 是鵪叔粉 下去的老水 那里 之后 那些 食客就说 哇 那些老菜 就好多了 这样 那 在国内 这些东西 是经常都会有的 其实 在三四线城市 是很多 经常都会捉到的 那 那 你说会不会 真的 觉得好美一点呢? 其实就 其实 中国农业大学 食品科学 和营养学副教授 朱毅 曾经做过一个双猛实验 就是 实验者 和受试者 都不知道 那些菜里面 有没有鵪叔的 就是 有没有鵪叔 那他 就是 找一些人去试一下 有没有味道的差异 那 专家就在三个清水火锅 三个麻辣火锅 就 有部分 就投入这个鵪叔殼 还有 有些形状 是指鵪叔殼的 合法香料草果 其中有一锅 就什么都不加 大概煮半个小时 结果 其实食客 根本就吃不出 火锅味道上 是有差异的 其实 就是 那 这个鵪叔殼 其实 就没有什么神奇功效的 那些违规的商家 其实 根本 就是 将一些放大了的传说 就当成现实 其实就是 那 那 鵪叔殼 其实 如果你放在火锅那里 是不是很容易 上瘾呢 其实 又不是 为什么说又不是呢 因为 鵪叔殼里 其实 成瘾的含量 是很低的 就是 成瘾的东西 是很低的 其实 根本这一点 就没有那么神奇的 就是 你会不会说 加了下去 就败很多 呢 其实 理论上 是不会的 其实就是 那你说 会不会有些 就是 出名的 餐饮企业 会做这些东西 就是 现在在内地 就有些传闻 就说 有些 餐饮企业 都会用这些东西 那我就觉得 应该不会的 应该不会用这些东西 其实 就是 这么说 如果你吃火锅的话 其实 它加了多少粒给你 你想想 就算是加进去 也不会加到很多 就是 如果你做那个酱汁 像刚才那个案子 那样说 加两个 那 可能会比火锅更浓 那些很多 但是一个火锅 如果你加一个 或者两个 这些是非法东西 一定要说 这些是非食用物质 就是 在08年的时候 国内卫生部 已经发布了 这些是不能吃的 就是这些 是毒品来的 就是 在国内 就是 就是 其实已经是其他毒品 是归了 类造其他毒品 但是当然 有些人当然是 不管这些法规的 就是国内 那 就是 这件事 其实 你看到就是 你说要罚很重 我就觉得 就是 罚他十倍 已经很足够了 就是 被他坐了七年 其实 有些事情我也觉得算了 就是 不需要 就是 说要罚坐三年监 罚五十万 罚五十万 那些死得了 就是一个 放地摊的人 其实 所以有些事情 就是 我也经常说 就是那些什么 地摊经济学 那些 那些根本就是一定不行的 因为那些地摊 其实 除了 就是 就是 破坏这个 就是 城市管理之外 还有其他问题 就是 你放地摊 有些人的文化水平太低了 就是 就是 一听过这些传闻 就说 可以加了这些东西 就会 就是 那些人会吃得很开心 又会多了回头客 那他就真的加了 那你结果就是害人了 好了 好了 那说到这里 就差不多了 那 拖得车 滴滴香 那不同 滴滴香 真的可以让口味更重 根据 刚才我说的 就是一个双盲实验 就是 这个是专家做的双盲实验 根本就不会提升口味 其实就是 不会提升口味 好了 那就算了 说到这里 休息一会 回来就说说 粟米那件事 临时又加单 粟米 这些东西 有点 一路 就好 想到这些东西 怪盟 我的 接个人 我 by bwd6 by bwd6 by bwd6